今天《平約室牧師》的廣播 贊美主 感謝主 每當我來到上帝的家的時候 上帝的家就是基督的肢體 不是這座建築物 而是你們相聚的時候 從某種意義上說 你是上帝的殿 當聖經談論上帝的家的時候 他談論到這個家 是由基督身體的很多肢體所建立的 聖經稱之為活石 Amen 不是滾石 滾石是不會採集青苔 活石才會的 Amen 為什麼是活石呢? 因為當你身處以色列 你看到周圍有很多石頭和盤石 到處都是 但是它們卻毫無用處 但是當你把相同的石頭 將它們放在一起 建造一個居所 建造一所房子 那些石頭現在就成為了活石 Amen 你是一塊活石 我想這大概就是大衛利文斯通 他們家族名字的來歷 你們都是活石 不僅如此 聖經談論到活水 杯子裡面的水 都是死水 與世隔絕的水 都是死水 但當水流動的時候 當水好像春雨般流動的時候 它就叫做活水 Kaim Maim 或者 Maim Haim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Amen 讚美主 我們的生命應該是 行上地流動 我們的生命必須行上地流動 最好的一點是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不喜歡稱它為藥物 但是講到藥物 最好的良藥就是運動 Amen 當你移動 不要只是移動你身體某個部分 或者整天都是長時間 坐在你的辦公室裡 如果你起床移動 Amen 你必須移動 移動身體 好 移動你的身體 移動身體 Amen 當你四處移動 你有時會發現疼痛消失 Amen 上帝設計是要你移動 是要你流動 一起說Amen 這也將我們帶到靈女的討告 聖經說 不要忽視上帝的恩慈 要挑王上帝放在你裡面的恩慈 Amen 有一個譯本說 要善王上帝放在你裡面的恩慈 如果你查看那個字詞 它的意思是 聖靈的恩慈 你不是要挑王聖靈 聖靈這個詞語 在希拿文是不同的 這個經文特別提到 挑王聖靈的恩慈 你唯一可以挑王的恩慈 就是用謊言去祈禱 下一節 知道下一節說什麼嗎 因為上帝所賜給我們的 不是膽怯的靈 而是有能力 仁愛 自律的靈 每當你將裡面 這個聖靈的恩慈 再次挑王起來 每當你說謊言的時候 那個充滿愛 大有能力 健全的河流就會流動 健全的頭腦 是指情緒上的穩定 意思是太然自弱 太然自弱 心靈的平靜 代表你很穩定 很冷靜 平靜 Amen 卻有能力 有愛心 上帝的眾星圖 上帝的家 請不要忽視你裡面的恩慈 要讓祂怎樣 是流動 Amen 讓祂流動 起初你會發現很難 特別當你停下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自己說得不太流暢 說一會更會停下 一分鐘之後 才能再次開口說謊言 你會發現一切都是迫使你停下 你知道誰是主使者嗎 或者你聽到有聲音在說 你只是自己編造 全部都是胡言亂語 不要停下 繼續說 然後你會擊中 噴泉 將它湧流出來 你將會享受這一切 然後你根本不需要停下 Amen 讓你的生命 成為一個不斷湧流的生命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上帝什麼時候會使用你 Amen 聖經說 我喜歡耶穌的說法 信我的人 從祂的福中 要湧流出活水的江河內 Amen 我們來到耶穌面前 祂說人若渴了 我們經常都會渴求祂 渴望祂的同在 從某種意義上說 我們裡面有一種渴望 已經得到永遠的滿足 對永生的渴望 只有在祂裡面 才能夠滿足的渴望 每一天 我們喜歡有祂的同在 現在我不是指祂在基督裡 是上帝的意這個事實 但是接近祂的人 靠近祂的人 在關係上 與祂親密 我們在基督裡 在上帝面前有相同地位 但是有些人更親近祂 有些人被救恩深深吸引 有些人被救主深深吸引 救恩就是祂本人 耶穌對撒該說 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祂不是說 我賜給你這份救恩的禮物 而是說 救恩親自來到這家 是一個人 當聖經說 祂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病患 即使這份大功 是令人很驚歎 背負我們的疾病 是一個偉大的工作 但是經文即使 希臘原文的重點 亦在於 他親自 如果我們 一直跟祂保持這段關係 Amen 我們有些人在基督裡 是上帝的意 我們卻失去這份 與耶穌的聯繫 我們與主人失去聯繫 已經有一段時間 我們感覺內心很枯幹 Amen 當你與耶穌接觸 當你打開上帝的話語 跟祂交談 你就會知道 彼此之間有一份聯繫 跟電的原理一樣 當所有的電線 都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你會感覺這份連接 眼燈會亮 Amen 你的心可以感覺到 因此 我鼓勵你們每個人 要有這種親密的關係 Amen 很多人為大衛服務 他的王國裡 有很多戰士 很多勇士 有些人是為王國做事 也有些人是為國王做事 他們愛國王 有三位勇士 他們什麼都沒有做 我說他們沒有佔領領土 沒有英勇去殺敵 Amen 但他們卻帶來了大衛極為渴望的水 聆聽他心中的渴望 他們沒有毀滅任何敵人 也沒有奪取任何土地 但卻聽到大衛的呼求 他多麼渴望來自家鄉白利行的水 他們聽到 這甚至不是國王的命令 只是一個願望 他們為大衛取得這水 他們愛他 你愛耶索嗎 是他自己 希伯來原文 原來他擔當了我們的病患 背負了我們的痛苦 以塞瓦書原來他 重點再次在他身上肯定是他 並不是天使 上帝沒有派天使來背負我們的罪業 擔當我們的責任 上帝差派是他的兒子 他親自擔當 讚美主 這是免費的 這是額外的 感謝耶穌 當他再次降臨 請不要忘記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主什麼 他親自從天降臨 他不是猜牌 加伯列去 米加勒去 由你們來負責被提的事 七年之後 我會為以色列再次降臨 不是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那時有法令的聲音 有天使長的呼聲 Amen 我們正在等待這件事隨時會發生 讚美主 我們將會繼續五谷新酒和新油的講道系列 今天我想在學術方面繼續宣講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足夠其中的某些內容 為你去逐字解開上帝的話語 這樣當你研究聖經 或者有人為你介紹上帝的話語這部分的時候 你會感到很困惑 你的信心不會像上帝希望那麼堅定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希臘單詞 是有趣的 我看的全部都是希臘文 但我們會一起研究它 好 你準備好了嗎 你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擁有吹噓的權利說 我剛剛在教會學習希臘原文 不一定要去讀神學 所以我要和你們分享的這些話語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們出現了很多詞 當你讀英文聖經的時候 英文聖經說 法官 審判 法官 定罪 定罪 已經定罪 似乎這些詞語出現在新約裡 然後那些信徒那些明白到 我們不在律法之下 而在恩典之下的人 我們不在身處律法之下的原因是 只要聽清楚律法是好的 罪惡是壞的 罪不再作為我們的主人 羅馬書六章是在羅馬書六章 因為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 我們不再受這個主人的核制 罪在羅馬書六章被描繪成為主人 我們不再受這個主人的核制 罪在羅馬書六章被人格化 罪不再統治我們 我們的身體不再獻給罪作為工具 藉著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罪不再作為我們的主人 那是羅馬書六章 羅馬書七章接下來的經文說 我們脫離了約束 我們已經向我們的舊丈夫死了 律法不是主人 而是我們的丈夫 這種關係甚至更親密 聖經說 罪不再作為我們的主人 我們不再嫁給律法先生了 律法先生 律法原本是我們的丈夫 罪是壞的 律法是好的 我們不是在好與壞之下運作 我們是在上帝的統治之下運作 我們在聖靈的大能下運作 由聖靈帶領 這才是基督徒的生命 為什麼我們不再身處罪這個主人之下 不再受律法先生的核制呢 因為我們已經死而復活 罪只有權利去管理沒有死去的人 自然的人 阿當所有的子孫 他們都犯了罪 因為罪是他們的主人 特別是對於猶太人來說 猶太人一出世就是要守律法的 好的 其實從技術上去說 我們所有人不在律法之下 律法寫在我們心中 從某種意義來說 我們都理解律法 但我們不再嫁給律法先生 律法只能對著活著的人去說話 律法只能對著阿當的子孫說話 至於你和我仔細聽清楚 不管你是否感覺到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 當基督為我們死在十架上 從死女復活 今天坐在父的右手邊 今天的我們請聽好 今天我們在基督裡已經從死女復活 我們要認定自己已經死而復活 但是皮牧師 我們沒有感覺到自己活出這份復活的生命 弟兄 你的確是 就好像一個人告訴牧師 牧師 我一直認為我在婚禮那天 一些戲劇性的事情會發生在祭壇那裡 在你宣告所有這些說話之後 牧師當你說 我宣佈你們成為丈夫和妻子之後 什麼都沒有發生 牧師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什麼都感覺不到 於是牧師把他 拉到房間的角落裡說 兒子聽好 你結婚 不管你是否感覺到 你已經結婚了 你明白嗎? Amen 這是好牧師 多少人同意 你鼓勵我 讚美主 Amen 無論你是否感覺到 你已經從死女復活 你是在墳墓的靈裡 審判在你身後 死亡在你身後 墳墓在你身後 因此對信徒來說 我們並不是期待死亡 新的姿態總是向前望 看到主 甚至保羅在這個時候 也是期待去看到主 我們不知道主什麼時候回來 看起來我們好像 越來越接近這件事 事實上 鼓勵是沒有任何的跡象 實際上所有的跡象 甚至以色列重新復國 所有的預言似乎都應驗了 弟兄姊妹 我們期待鼓勵 屏牧師 什麼是鼓勵? 可能你是新來的人 鼓勵意味著你會擁有全身的身體 永遠年輕的身體 你全身都佈滿肌肉 不需要像羅恩斯牧師 那麼努力去健身 南斯門 你看起來是英俊瀟灑的 馬克牧師 無論你在哪裡 請聽好 你看起來都是很帥的 Amen 所有女士看起來 都會楚楚動人的 Amen 我們仍然會認出彼此 除了念上佈滿咒文的地方 哈哈 好 我們不再佈滿咒文 Amen 轉向旁邊微笑著說 有希望你會被提 上帝就是如此周到 上帝會改變你的身體 在祂帶領你去到高處 穿越宇宙之前 因為我們新的身體不會害怕 Amen 祂在帶你升空前 就會改變你的身體 讚美主 我正在等待這件事發生 聖經說鼻涕會隨時發生 聖經所有語言都應驗了 請聽好我們以從死女復活 可以說我們正是為上帝而活 如果我現在帶著某一個 來自天堂的天使 來到這裡生活 我是說他們經常都會這樣做 對嗎 變成一個人來到生活 好的 韓劇是有這些情節的 經常都有的 好的 以前有著某些特殊的能力 荷里活是早有這樣的情節 超人 對嗎 我們將這位天使帶過來 過正常的生活 你認為祂是怎樣在我們中間生活的呢 你覺得呢 祂會穿得像我們一樣 和我們一起工作 但除了這些之外 你和祂在一起的時候 會感覺到天堂的氣息 祂過著天堂般的生活 當祂聽到一些是涉絕的語言 你會發現祂並不是屬於這裡 而是超越這裡 當有人說祂壞話的時候 祂超越這些事情 只是微笑 置之不理 祂不會降低那個人的水準 祂會活出天堂般的生命 不會懷恨在心 慷慨大方有愛心 這是我們蒙照要活出的生命 我們以從死女復活 我們要活出天堂般的生命 不是活出律法的生命 即使律法是美好和聖結 但祂不能對那些已經從死女復活的人 去作出要求 祂只是適合那些活在自然中的人 聖經說 為了這個緣故 即使我們有肉體 你也不是屬於肉體的 換言之 上帝不是看著你的肉體 而是看著屬靈的你 請向旁邊的微笑著說 我已經從死女復活 是聖過任何電視劇 聖過任何系列的英雄 你們都有真正特別的恩賜 這一切都是虛構的 好的 我要進入我的主題了 好的 感謝主耶穌 哈利紐 現在我想為你讀一份見證 用她作為開始的 這是來自德州 Pamela的一位女士 她分享 我的母親飽受到 阿爾慈海默士症的游論 她的虛弱度根本是 認不出自己的家人 好的 她認不出她的家人 父親跟我說 有時她甚至開始 不認得她是誰 父母與我同在 所以我看到她每時每刻的 掙扎和艱難困苦 對她來說是一個悲慘的人生 對我們這些試圖 照顧她的人來說也是 有時我很想念媽媽 希望看到她康復過來 有一天 妹妹和我分享一件很感恩的事 就是聽了平約新牧師 關於聖餐的教導之後 我立即開始和母親 一起守聖餐 讚美上帝 耶穌醫治了她的思想 並使她得到自由 媽媽上床睡覺 請聽好 那天晚上她上床睡覺 就在她守聖餐的第三個晚上之後 第二天一覺睡醒 她看起來是年輕了十歲 所有她忘記怎麼做的事情 她再一次記得怎麼做 她現在記得我們是誰 她不再重複相同的說話 重複相同的說話 並不代表你有問題 這個問題在新加坡父母裡非常普遍 她不再由早到晚重複做相同的行為 現在她有一種完全快樂 讚美耶穌在十架上完成的大功 我們仍然因為她康復而歡欣快樂 我問過關於她的經歷 她做出最好的描述是 她曾經困惑迷失 不過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我為媽媽和我們的家庭感到高興 我寫這篇見證是希望別人能夠擁有希望 這種看起來似乎不可能恢復的疾病 對於基督耶穌已完成的大功來說 這根本不算是甚麼我為此而讚美她 現在媽媽會問我 我們會不會一起領聖餐 我每天都跟她一起領聖餐 感謝屏幕士關於基督耶穌已完成大功的教導 她釋放了我的母親 讚美主 感謝耶穌 阿們 現在我們收到越來越多各類型的見證 五谷和身走 阿們 耶穌流出補血的破碎身體 帶來了驚人的轉變 驚人的奇蹟 生命被釋放 吸毒成癮的人 其實我有一個見證 我之後會讀出 那些吸毒成癮的人 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讀出另一個見證 為了你們 因為我覺得在教館裡 並不只是外面的人 有時在教館裡 有些人都被捆綁 要吃鎮靜劑 他們需要這些藥物讓自己平靜 我們都知道這不是最好 因為你擁有耶穌留給你的平安 阿們 你可以服用其他藥物 但是鎮靜劑 和讓你平靜下來的東西 我不是譴責這些 我只是跟你說 這裡有一個兄弟的見證 讓我找一下他的見證 我們這裡有很多見證 沒錯 他的名字叫阿周 是來自美國新墨西哥州 從十二到十三歲起 我有非常嚴重的恐慌 和焦慮發作 我十四歲的時候 開始服用Sanis 這種麻醉藥是會上癮的 所以請聽好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祈禱 相信上帝可以醫治我 但是我害怕上帝 有人跟我說 因為我所有的罪 我會在審判日感到罪咎 於是我遠離教會 我三十一歲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上帝對我說話 當時我有恐懼的想法 經常都會胸痛和頭暈 我很害怕旅行 一年都沒有離開過家 我感覺自己 好像聖經裡面那個 自殘和躲在墳墓裡的人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可怕的時間 上帝無數次跟我說 要聆聽平牧師的講道 好 我是說 上帝跟他說 我只是讀出來的 不要出去說 平牧師叫人聽他的講道 上帝無數次跟我說 要聆聽平牧師的講道 最後 我在網上尋找他 開始聆聽他的講道 這些講道讓我無話可說 和哭了出來 在那個之前 我從未聽過耶穌基督的真正福音 我聽到他關於聖餐的講道片段 正如我所說 我因為焦慮而服用聖誕 上帝跟我說過 如何用聖餐取代聖誕 對於那些不清楚的人 你不能一開始就停止服用聖誕 好 很多人會因為這個原因而自殺 他們因為無法去處理 之後的焦慮和恐慌發作 而自殺 所以聖誕是很重要 就好像你認識任何藥物 開始服用它 它會讓你平靜下來 然後你需要更多 情況會越來越糟糕 當你停用 你的情況會螺旋式下降 我的建議是不要服用 好 怎樣也好 他說 他聽到一個關於聖誕的影片 我因為焦慮而服用聖誕 上帝告訴我如何用聖誕取代聖誕 我沒有馬上停止服用聖誕 仔細聽清楚 我想強調這部分 我沒有馬上停止服用聖誕 大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我減少藥丸的份量 我每天去領受聖誕 宣告 主 你的大腦怎樣 我的大腦在者世上也怎樣 現在我三十四歲 不再有恐慌發作 已經擺脫服用聖誕兩年了 所有榮耀歸於耶穌 我都開始和妻子和孩子們一起去教會 是讚美歸於主 Amen 讚美上帝 他還有一點見證 去教會的前一天 我的左高院嚴重受傷 去到急診室 他們為我進行檢查 他說是狼腫 手術前 我讓妻子給我買了餅乾和果汁 手術前 我讓妻子從醫院的自助餐廳 給我買了餅乾和果汁 我跟他說 我們將會領受聖誕 相信這個狼腫會超自然地消失 因此我們在等待醫生的時候 領受聖誕 在醫生過來幫我做手術的時候 我要求他再次檢查我 我感謝阿爸父 他什麼都沒有發現 狼腫消失了 我和家人每天早上都會收看 屏幕師的電視廣道 我很喜歡在聆聽廣道之後領受聖誕 我也看到家人和朋友 因為屏幕師的教導而改變 願上帝祝福他 讚美主 願上帝祝福你們每一個人 當你開始領受聖誕 在聖誕的時候 都能夠擁有類似的見證 Amen 下一集的廣播 我相信我們應該用主土文祈禱 你需要知道我們今天用哪一種靈祈禱 我們不是用伯仁的靈祈禱 而是用聖誕的靈祈禱 Amen 我們不是祈求赦免我們的罪 正如我們要輸別人 而是祈求感謝你已經赦免我們所有的罪 我們赦免別人是因為我們以蒙赦免 Amen 這是耶穌在祂從死女復活前所教導 我相信今天仍然有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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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